那我们来进入到立体图形 那什么叫做柱体呢 我们来进入到这个柱体锥体 像柱子一样 像柱子一样 像柱子一样的形状 我们叫做柱体 我举例来说 像这一个呢 叫做三角柱 那第二个呢 它叫做四角柱 这个叫做五角柱 再来最后一个 这个就是六角柱 那么我们观察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命名呢 好 这个 三角柱 这个叫做底 这个叫做底面 四角柱呢 这个底面是四边形 五角柱呢 它的底面都是五边形 六角柱呢 它的底面都是六边形 那我还漏了一个 请你帮我画一下 上面画一个椭圆 下面也画一个椭圆 拉一条线下来 来这样就叫椭圆 这样叫圆柱 漏打了一个 圆柱 这个是三角柱呢 我现在要画一下 打出一样 这样就像一样 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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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来 一般的 好 那么圆柱呢 它的底面呢 是一个圆形 它的底面是圆形 这侧看过去是椭圆的 它其实是圆形 那么其他的叫做角柱 其他的这些叫做角柱 这些叫做角柱 这些叫做角柱 那么角柱的底面呢 是什么形啊 有可能三角形 有四边形 有五边形 有六边形啊 我们给它统称 叫做多边形 还记不记得多边形的定义啊 就是 每一个边都是直的 没有弯的 像这个圆是弯的 就不算多边形 每一个边都是直的 由直线所构成的形状 我们叫做多边形 那么底面如果三角形 来第一个底面如果三角形 我们叫做三角柱 我们叫做三角柱 如果底面是四边形 我们叫做四角柱 如果底面是五边形 就做五角柱 五角柱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种类型的图 叫做椎体 椎体就是有尖尖的 尖尖的顶端 它有尖尖的顶端 好 椎体 它有尖尖的顶端 那么一样的 我这边又少画 等一下再画 来第一个呢 这个叫做三角椎 这一个叫做三角椎 第二个叫做四角椎 第三个叫五角椎 第四个叫做六角椎 第四个叫做六角椎 还有一种呢 叫圆椎 圆椎呢 就是这样子 你画一个 你画一个椎圆 你画一个椎圆 然后上面连下来 那这里呢 把它擦掉一点点 圆心在这里 这就圆椎 这个叫圆椎 这样叫圆椎 我们来归纳一下 这些我们叫做角椎 角椎有什么特性 它的底面呢 有可能是三角椎 有可能是四边椎 那么也有可能是五边椎 当然也有可能是六边椎 不管哪一种都叫做什么椎 都叫做多边椎 不管是哪一种 不管是哪一种 我们都叫做多边形 不管是三角形 四边形 五边形 六边形 我们都称为多边形 三角形 底面是三角形 我们叫做三角椎 底面如果是四边形 我们叫做四角椎 底面如果是五边形 我们叫做五角椎 叫做五角椎 那么圆椎的意义呢 就是它的底面是什么形状 对 它的底面是圆形 它的底面是圆形 好 那我们先粗浅的介绍 第一类叫做角柱 第二类叫做角椎 那角柱又有另外一种 很像的叫圆柱 角椎又有一个很像的 叫做圆椎 所以呢 柱体 椎体 我们有分圆 柱体有圆柱 角柱 椎体有圆椎 角椎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看 讲解一 请写出下面形体的名称 第一种是什么 对 它叫做三角柱 它叫做三角柱 那第二种呢 叫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它叫做八 八角柱 那第三种呢 叫做什么 对 叫做圆椎 再来第四种 我们称为 几个角啊 对 这叫做五角椎 这样我们称为五角椎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 讲解二 讲解二之前我们来看重点 展开图 你看哦 六角柱呢 它有两个 它有两个底面 这两个底面会一模一样 那它画虚线的意思呢 就是想象出来的 这个虚线呢 这叫做透视图 后面的虚线是想象的 那么你 你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底面 我从最上面的底面打开 这个都叫侧面 这里有一个底面 它从最上面的底面把它打开 会有六个侧面跟一个底面 从这样打开 那你也可以从这里 你可以从这个侧面 你从这个侧面把它去把它打开 你从这个侧面去把它打开 两个底面就跑上来了 这是底面 这是底面 这是侧面 从侧面把它打开来 它就长这样 好 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这叫五角锥 一样的虚线是在后面 视线上被挡到了 是看不到的线 那我们用想象的 好像有那个X光 超人去把它透视 那一样的哦 这里有一个叫做底面 我们可以沿着底面把它打开来 沿着底面把它打开来 它就会形成五个侧面 很漂亮的星星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 去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形状 再复习一次哦 这样叫做透视图 就是虚线 看不到的 想象出来的 叫透视图 展开图也是你要去想象的 像一个纸盒把它打开来 那么一样的圆柱 它的透视图在后面点点点 这个是想象的 那把它打开呢 这里叫做底面 你会发现呢 它的侧面是一个弯曲的曲线 曲面 那么我把它打开来摊平之后呢 它是一个长方形 本来是弯曲的曲面 打开来摊平 变成一个标准的长方形 那圆锥呢 这里是底面 上面是侧面 侧面打开来会是一个扇形 侧面打开来会是一个扇形 底下有一个圆 这个圆锥呢 英文叫party hat 就是派对帽 party hat 好 那再来 我们来看讲解二 下面是哪一种形体的展开图 第一个 这是什么体 想象一下 柱体还是锥体 柱体会有两个底面 对 柱体会有两个底面 而这个底面是一个什么形状 四边形 四边形的话 我们叫做四角柱 好 再来第二个是什么形体呢 只有一个底面 只有一个底面就是锥体 那么它是哪一种锥体呢 圆形 底面 所以它是圆锥 所以它是圆锥 好 再来 第三种呢 几个底面 一个底面 所以它是锥体 所以它是锥体 锥体 那锥体什么样的名称呢 看它的锥体的底面形状 它的底面形状是五边形 所以叫做五角锥 五角锥 好 再看第四个图 它有几个底面呢 它有两个底面 所以呢 它是锥体还是锥体 它是锥体 对 那锥体的形状呢 底面的形状是什么形 六边形 所以它叫做六角柱 所以它称为六角柱 这个很简单 没有什么要算的 要背 好 招起来 那妈 好 再来 我们再看讲解三 锥体的组成要素 那 第一个呢 它有几个面 它有几个面 它有几种面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上面 这个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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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顶点 这个叫做顶点 那事实上一个柱体或一个锥体 它不止一个顶点 这个都是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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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二个指的呢 它指的是这一个 这样叫做什么 这样叫做它的边 这叫做它的边 那第三个 那第三个它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这一个面 这个叫做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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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下面 最下面 这里问 讲的是什么呢 它在讲的是这一个 它讲的是这一个 所以这一个叫做底面 那我们要来数数看哦 它会有几个面呢 柱体的面固定都会有两个底面 底面固定都两个 那侧面呢 要看它底面是什么形状 它的底面如果是一个 一二三四五 如果它的底面是五边形的话 就会每个边都有一个侧面 有没有看到 每一个边都有一个侧面 每一个边都有一个侧面 五边形就有五个侧面 那再加两个底面 所以呢 它的面的个数呢 就是底面边数乘以二 底面边数加二 底面边数去加二 为什么加二 加那两个底面 好 那有几条边呢 你看到上面五个边 下面有五个边 中间呢 中间有几个边 也是五条边 因为五个顶点 五个顶点嘛 上面五个顶点 下面五个顶点 每个顶点是不是就有一条边 每个顶点有一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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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顶点就五条边 上面五个边 因为五边形有五个边 下面也五个边 中间也五个边 所以呢 边的个数就是底面边数乘以二 乘以三 底面的边数去乘以三 上中下 好 好 那顶点呢 顶点我们来看 上面是五个 下面也五个 中间没有 所以呢 顶点就是底面边数乘以多少 乘以二啊 底面的边数乘以二啊 底面的边数乘以二啊 好 好 那我们来看表格了 第一个形体呢 叫做三角柱 三角柱呢 底面的形状是长怎么样 叫做三角形 那他侧面的形状是什么形 猜猜看 哎 不是 因为那个是侧看 你角度歪了 你拿到正面来看他会是长方形 哦 我们从那个展开图来看比较清楚 来你看 你看这里 这里不是有一个三角柱 展开来这三个都是长方形 啊 角柱展开来的 角柱展开 你看 角柱展开来 侧面都是长方形 只是我们在看的时候 角度会歪歪的 就变成好像平行四边形一样 啊 所以呢 这个 他的侧面呢是长方形 来 这个就长方形 再来有几个面 对 三角形 就会有三个侧面 三个侧面 再加上下两个底面 那几个顶点呢 上面三个 下面三个 六个 几条边呢 上面三个 中间三个 下面三个 所以呢 九条 好 好 这块四角柱 四角柱的话呢 来 底面形状叫做四边形 底面形状叫做四边形 那他侧面会是什么形 对 也是长方形 也是长方形 那他面的个数呢 他有几个面 中间有四个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所以这样会有几个 六个 再来会有几个顶点 上面四个 下面四个 八个 有几条边 上面四个 上面四个 中间四个 下面四个 十二 很好 好 再来我们看五角柱 五角柱的 底面呢 叫做五边形 它的底面是一个五边形 那请问它的侧面是什么形状 还是长方形 没错 好 那它的面有几个 对七个 上面一个 上面一个中间五个下面一个 所以总共就是七个 再来 顶点有几个 对上面五个下面五个 所以总共十个 再来 边呢 边呢 边有几个 对 上面五个 下面五 中间五个 下面五个 十五个 最后六角柱呢 叫做 六边形 好 那 那 侧面依然 长方形 好 那么有几个面 对 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 中间六个 八个 再来 顶点有几个 十二 六二十二 那边呢 六三十八 好 好 那我们再看 再看下一个 我们看讲解三 我们讲解三 讲完就来下课了 在以下空格中填入适当的答案 这个形体叫做什么 对 它叫做五角柱 它叫做五角柱 哦 这空格把它填一填好了 这个叫做底面 那这一个呢 叫做顶点 那这一个呢 X 这个叫做下并 这个叫做側面 对 这个叫做側面 这一个叫做侧men 这一个呢 好 那么这个有几个 呃他有几个底面 两个 有几个侧面 侧面有几个 五个 有几条边 上面五个 中间五个下面五个 十五个边 有几个顶点 十个 那么这两个底面会互相 互相怎么样 互相平行 而且一模一样 我们叫做全等 全部一样 我们叫做全等 数学的专有名词 叫做一模一样 叫做全等 那么底面和侧面之间 他会互相的垂直 底面和侧面之间 他会互相的垂直 好了 那我们作业就是到这里 我们就是 九一到九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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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